高血糖高升的抢救呢 我们说五驾马车 首先呢是补业 并且是非常迅速大量的补业 一般前两个小时呢 我们可以进到2000毫升左右 全天的入量大概是在4000到6000毫升 第二呢就是胰岛素的使用 在抢救的时候呢 胰岛素我们往往是需要静脉输注 持续的一种输注 然后根据血糖监测的情况 来调整胰岛素输注的一个速度 第三呢就是补减 其实大多数情况之下呢 往往是不需要补减的 pH值小于6.9的时候 是需要考虑补减的 第四呢就是补甲 在这种情况下呢 补甲是非常重要的 当血甲小于5.2毫米升 就可以开始补甲了 如果基础血甲小于3.3的话 就一定要及时的补甲 最后呢是磷酸盐的补充 当然大部分的时候呢 磷酸盐是不需要补充的 所以 高血糖高肾 往往需要专业的处理 患者在家中如果测到血糖非常的高 应该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抢救 而不是自行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